大家好,我是吴敬昌,现在在北京工作,和大家分享在这边的生活经验和学校所学 在北京的这几个月,感受到这边的步调特别的快,竞争力也非常的大 时间成本和一些开销上的隐藏成本也高 但是在这边有很多的机会,有更大的舞台等着你们来挑战 在大业建筑研究所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有,材料构造,建筑类型,数位美材 面对我们在职场上所遇到的问题都能随机一遍 做中学,学中做,设计是要把握人的情感,多问自己内心的感受 探求真实的自我,开拓自己的视野和未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马瑞福,我在北京生活工作两个月了 透过在研究所所学的技能及专业能够帮助你在职场上的衔接 在建筑设计课,建筑品层课,建筑类型及数位美材的应用等等 这些课程所学都是能够了解到建筑设计,建筑系部的构造关系 因为在业界上,建筑是要落实的被盖起来 所以要了解到施工方面与设计层面的两者之间的关系 先了解建筑是如何被盖起来的 在研究所可以让你更熟悉这一块的领域 即便只有接触到单一的类型系部构造也好 都会是在你未来中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加入大业建筑所GSAD